第一次在擔任市長之後 到大陸去訪問 很多問題會鎖定在 兩岸關係上面 在這一趟的行程當中 會不會有特殊的談話 謝謝秀琳姐 謝謝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這一次3月底的香港澳門 深圳廈門之行 其實很多人認為 可能很熱鬧 很多彩多姿 五彩繽紛等等 不會的 它是很單純的 我們定位的很清楚 就是東西要賣出去 我們也希望觀光客進得來 再來青年人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情感的交流 如此而已 我們不會去碰觸政治 也絕對不會去碰觸 陸委會講的那條紅線 政治協議啊 什麼都到不了那個層次 所以定位非常清楚 而且我覺得人的心都是肉做的 情感的交流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把心胸打開 陪著高雄的團隊 農會漁會的大家長 我們一起出發 不過行程當中是不是已經確定要跟國台辦主任劉潔一見面 現在不敢講 因為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我們吃過一次悶虧 所有的安排到最後沒有兌現的時候 然後很多有心人就開始修理我們 批判我們 說我們好像高攀 高攀不起 或者人家看不起我們等等 這種批判當然我覺得非常的無聊 事實上我們只是想把高雄這個城市盡可能行銷 所以如果對方安排一些什麼 人要見面 最後沒有實踐的話 我今天講話又變成吹牛 又被批判 所以這個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我想我們不會再犯同樣這樣子一個 這個失誤也好 失誤也好 我不會再重犯這個失誤 那我們就尊重四個城市的安排 所以目前詳細的行程還沒有完全的確定 確定之後你會再主動跟大家報告 會的我們每一天都是行程緊湊的不得了 然後又有非常多的新聞界 大家都可以眼睜睜的看 我們所有的一人一行一舉一動 而且行程塞得非常滿 從早到晚幾乎都沒什麼空隙 我想一切都是透明的一切都公開的 而且還有隨行非常多高雄市議員 市議員本身也監督市政府的 那我想這個應該都不成問題 不過你對於兩岸關係 其實滿憂心忡忡的 之前也問過蔡總統很多個問題 有關於你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 包括你跟美國非正新研究所 學者的談話那幾個論述 在這一次的訪問大陸行程當中 會談到嗎 我想盡量不要去碰政治的問題 因為我們本來就定位得非常清楚 而且事實上民進黨中央執政 也是帶著有色的眼光在看著我們 其實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力量跟聲音 從我當高雄市長這三個月以來 一直有人不希望高雄成功 我們做任何事情好像都是被批判的 甚至被詛咒的 不希望你高雄成功 你看我們這麼辛苦到新加坡馬來西亞 東西幾乎全力打 馬上就要詛咒我們 批判我們 韓國一離開 高雄都立刻就下架 其實是賣光光 現在開始捕獲 所有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些批判者應該要把心胸打開來 高雄從市長本人開始 高雄市政府開始 高雄市的所有市農工商各行各業 是不是在衝經濟 是不是一片欣欣向榮 一片興旺 如果答案是 給我們祝福就好 你不想給我們祝福 麻煩你把嘴巴閉起來 因為我們做得很認真 這是我覺得我們對這三個月來當高雄市長 所有涉外的一切行動 以及對內 我強烈感受到 這樣子一個非常有敵意的批判 不過這些有敵意的批判或是唱衰 會讓你緊張或是害怕 你因此而沒有辦法把高雄市政做好嗎 我一點都不怕 對我來講這都是 不要說小鼻子小眼 既愚蠢又狹隘 其實台灣這幾十年 就降在這樣子一種 絞肉器裡面 就是只要政敵的成功 不同政黨的成功 就是我的失敗 非常的愚蠢 而且非常的自私 非常可笑 這種人我是完全看不起 躲在黑暗的角落 不停的射弓箭出來 我們這去像昨天廠商 中國石油公司啊 中鋼啊 幫我們捐小孩子的空氣濾清器跟冷氣機 他就說我們高雄市政府是黑道 跟廠商勒索 人家是自動自發捐了800台冷氣 這個每天都在發生 所以這一趟去香港澳門深圳 我覺得一定被批判 因為民進黨現在他不抹黑 他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治理國家了 那你有想過會被批判的角度是什麼嗎 賣台啊 就像我選上高雄市長 全高雄掛五星旗啊 中共五星旗全高雄啊 韓國瑜當選就是中共五星旗 像我要幫高雄南台灣爭取一個國際大機場 可以停破印747 韓國瑜準備出賣台灣 讓解放軍來轟炸台灣用這個機場 他們瘋了嗎 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要搞成這樣子嗎 是發瘋了嗎 所以一定會批判 不批判就不正常 可是我是想要告訴這些民進黨的 惡意的批判者 人民不要這個 人民要做死事的 真正真正幫老百姓來拚經濟 幫老百姓過好日子的 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這個實在是需要的 民進黨現在有一個新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宣布要來挑戰蔡英文 原因是他要接諸更鮮明的台獨路線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整個台灣未來 是不是會陷入統獨的爭議當中 對台獨其實一句話就講完了 只是我不太願意去講 因為我是高雄市市長 如果一定要賴清德要選總統 把整個中華民國的定位 一下撈撈台獨的話 我想我就送他一句話就好了 台獨比美獨還可怕 美獨害老婆孩子 台獨害了兩千三百萬人 而且立刻把台灣帶向戰爭邊緣 誰受得了 現在每一家 每一戶 在這年輕世代 都是一個兒子 兩個兒子 生到三個兒子 內政部就要頒獎莊了 這麼辛苦養了孩子 拉拔長大 最後因為台獨發生戰爭 哪一個台灣人民能夠接受 你不能自己喊完台獨之後 一大堆在日本在美國在海外的支持台獨者 你人不在這裡 孩子孫子也不在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人子弟要上戰場 這必然帶動戰爭 不用任何懷疑 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 所以我講了兩個 台灣的前面兩條路 一個是威脅論 大陸的軍機 大陸的飛彈 大陸的航空母艦 我們處在一種恐懼的威脅之下 一個是信心論 我們對2300萬人生活的方式 民主的方式 我們有高度信心 我們對現在台灣所有的呼吸 所有的食衣住行 所有的生活的點滴 我們是在自由民主的空氣之下 這樣的一個氛圍 而且2300萬台灣人民已經非常習慣 而且甚至也覺得是一種驕傲 你一個威脅 一個信心 我韓國瑜很明顯走第二條路 信心 我認為台灣這樣所有自由民主的方式 就是我們最棒最棒的資產 我不怕那些威脅 還有 海外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 5000萬的華僑在看 有5000萬的華僑在看 你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大家拼生活 拼生活的方式 拼自由民主的空氣 各種模式等等 這5000萬華僑是多大的力量 他覺得台灣做得非常的好 台灣走的一條康莊大道 不會走那個窄路搞台獨 台灣走的非常陽光 生活一切都非常好 5000萬華僑力量過來了 這個對台灣來講幫助多大 怎麼會去走一條死路呢 要搞台獨呢 不光是你把5000萬華僑給斷掉 你讓台灣整個島內分裂 而且讓兩岸之間 馬上會發生戰爭可能的衝突 這樣子一個政治領導者 是非常愚蠢 而且非常不負責任 你之前問蔡英文總統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不要九二共事 又不愛中華民國 也不敢宣布台獨 到底要把台灣帶到什麼地方去 同樣的問題 如果民意黨要推賴清德 出來選總統 你一樣會問他這個問題 但是他的答案 顯然比蔡總統更明白的告訴大家 他是要走台灣獨立的路線 那怎麼辦 其實蔡英文總統這三年來就是三部主義嘛 我們把它濃縮就是三部 不要中華民國 包括現在身份證 可能連國旗都沒有啊 然後呢 不要九二共事 然後呢不敢台灣獨立 這是三部主義很清楚 賴清德如果要選總統 我的研判他會兩部辦 不愛中華民國 不要九二共事 台獨搞一半 就是杜齊彥以下的台獨 就跟我們到海灘游泳一樣 穿個游泳褲 杜齊彥以下的台獨 怎麼搞 他可能搞了一半 或者聽到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或者真的開幹下去 就真的要開始搞台獨公投了 也有可能 我不曉得 但是我判斷他搞兩套辦 就是一個是三部 一個是搞兩部辦 這是我判斷賴清德的走向 但是事實上是讓台灣人民過得更辛苦 而且更危險 而且更貧窮 我是覺得我們腦袋是有問題 明明有一條可以走的康莊大道 保住自己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又有中華民國的憲法 兩岸之間又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清清楚楚 大家快快樂樂 不要忘記 老祖宗告訴我們一句話 就是什麼 和氣生財 和這個字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搞得劍麻奴章嗎 所以我完全不能同意 也不能接受 不管是三部還是兩部辦 那如果這個政權持續下去的話 可能會讓台灣陷於比較危險的地位 那該怎麼辦 要他懸崖勒馬不太容易 賴清德已經60歲了 我們講他的意識形態 可能有他的純潔性 他很純潔他就要追逐這個 他60歲了他不是16歲 他要改大概也改不過來 最後只剩下一步了 台灣人民決定 2300萬民眾 明年1月11號 你自己決定命運 你要走哪一條路 我覺得這最公平 而且大家都沒話講 而且所以賴清德他不管怎麼講 會有支持他的人 但是也會反對他的人 最終的決定在台灣人民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比較 妥適的一個解釋 你把明年的總統大選的日子 記得滿清楚的 1月11號 中選會昨天才宣布的 對 因為很好記 3個1 1月11號這太好記了 對 所以台灣人民決定 台灣人民要怎麼決定這件事情 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是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包括國民黨要派出什麼樣子的人 不管是對上三部的蔡英文 還是兩部辦的賴清德 你們有把握能夠在這件事情上面 成為台灣人民選擇的對象嗎 我不曉得國民黨 他最終的一個初選的機制 說實在這一段時間 我是閒談默認國事 專心聘高雄經濟 對我來講台北也好 中央黨部也好 什麼總統大選也好 我們在高雄忙到已經不亦樂乎 忙到頭髮都快掉光了 我們聘經濟聘得非常厲害 我先把分類工作做好 我們不喜歡吃的碗裡看的碗外 現在高雄經濟都衝不起來 人進不來 然後經濟很冷 然後人民信心很低落 那我這個高雄市長不及格 所以我現在心思就在這裡 那未來國民黨的 提出這樣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我相信目前表態的兩位 也都很資深了 也都有他們一套的論述 但是一定要傾聽民意 真的要傾聽民要接地氣 不能讓政治人物 離人民越來越遙遠 而且我這一段時間 擔任高雄市長以來 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政府 政府到底要幹什麼 英文叫government 什麼叫做what is the government 我現在這三個月來 我又更進一步的提認到 過去政治人物 因為有世大夫的觀念 就是四農工商嘛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所以呢 學而優則是 我就當了官 我就把自己放到金字塔的頂端 我叫化下面359行 我是上面那一行 總共合起來360行 所以很容易作威作福 拿到選票之後 認為自己權力非常的大 久而久之 他就走向一種官僚 驕傲 或者貪污腐敗 因為為什麼 他認為他自己權力很大嘛 可是我在高雄這一段時間 我再三跟官員溝通 我們要把金字塔反過來 我們在最下面 我們服務著359號 所有的企業家 所有的老百姓 需要政府部門的服務 我們就是你的好朋友 我憑什麼高高在上 我是靠選票的 那你官員憑什麼高高在上 你是靠高普考啊 你是考試及格的啊 既然這樣了 我們都是要服務老百姓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未來的 推出來總統候選人 我一個誠懇的建議 要重新思考 政府到底要幹什麼 政治人物 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 真的我們台灣已經鬼混了二三十年 跟政治人物心態自我膨脹 有很大關係 因為我們自己 我管這個局 我管這個市政府 凡是經過的 此商為我開嘛 此府為我管嘛 若從這裡走 請給我買路錢嘛 就是這樣的心態啊 我管這個張 每個張 經過這個張 這個張 就是我可能 老婆的化妝品 小孩子教育學費 我蓋這個張 額外收入 那不是完蛋了 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 跟政府 一定要去思考 你到底要給老百姓 帶來什麼 選總統的人 一定要這樣做 我覺得 民進黨 變化最成功的 是基隆市長林又昌 你看他連續的講話 我相信 他一定有觀察韓國瑜的講話 他連續幾邊講話 讓我都很震撼 他真的體察到 第一個 台灣人民不欠民進黨 第二 全部重新歸零開始 我覺得林又昌 他的退變了 改變讓我嚇一跳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尤其是目前兩位 他們沒有離開權力的中心 都幾十年了 幾十年都在權力的中心 可能要重新思考 要跳下來 仔細傾聽 老百姓現在需要什麼 國家需要什麼 這是我承認的建議 所以就是像你一樣 離開權力中心十幾年之後 就可以體會到 民心想要什麼 政府該為人民做什麼事 不過你剛才既然提到了 這兩位已經表態的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猶豫參選 大家都知道朱立倫是這兩位 當中民調比較高的那一位 最近他對於總統初選 國民黨內的總統初選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最新的看法也包括說 如果國民黨徵召 韓國瑜選總統的話 他會全力的輔佐 甚至也不排除 韓朱沛的可能 你怎麼回應 這個現在目前 我都不去評論這個 因為最近包括選總統的 包括選立法委員的 包括想要怎麼樣怎麼樣 全國不分區的議員等等 好像沒事就要對我性騷擾一下 沒事就要弄我一下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你說桃園的議員 跟我有什麼關係 他不去監督北韓金正恩 不去監督桃園市長鄭文燦 來監督高雄 像這些人蹭過來蹭過去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所以朱立倫這個前主席 好好的去拼鬥 我相信他的民調 一定是相當不錯的 然後把論述講清楚 帶領中華民國怎麼走 然後潛艇民意 他已經有二十年 二十年 都在權力核心 應該要跳下來 我跳下來十七年 我可以強烈感受得到 那些都是虛幻的 民啊 利啊 權力都是虛幻的 老百姓的生活才是真實的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朱立倫跟王金平 都表態挺你選總統 國民黨徵召你 他們都覺得可以的狀態之下 你會同意嗎 我想這個假設應該不存在 不存在 應該不存在 他們都很有理想 朱立倫昨天的表態至少已經說 如果國民黨徵召韓國瑜的話 他要全力輔佐 他不求任何職務 可是我們王金平院長 他今年七十八歲 他前不久發表參選聲明 他的題目也是很清楚 花再讓我開一次吧 他就說四年了 他講得很清楚 四年之後他交棒 他希望把國家理順 把國家弄一個清清楚的方向 把兩岸關係都搞得非常的好 他有他的論述 他有他的理想 我想我們都尊重 對不對 他希望再開一次花 OK啊 這不是打麻將的槓上開花 這是人生旅途上花再開一次 好不好 不過國民黨黨主席吳敦毅 最近對初選是提出很多新的想法 包括可以在萬分之一的機會之下 爭招更有勝選更強的候選人 包括爭招候選人去做初選 爭招初選這個事情你聽過嗎 那如果你萬一被爭招初選了該怎麼辦 現在這個假設目前是不存在 不過吳敦毅主席他有三個特性 第一他學的是歷史 學歷史的人應見自願 他有很多可能一種使命感 第二個他四十年來 也都在這個權力的核心沒有停過 各種歷練都是非常完整 而且從來沒有因為操守發生過問題 這是第二 第三個呢 他現在這個黨主席 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 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吳主席的講話 我們當然尊重 那我也不理解 因爲我們從來沒有跟吳敦毅主席 面對面討論過這些事情 他也一直鼓勵我 把高雄的市政做好 透過媒體我聽到 我們從來沒有面對面 其實從選完到現在 見面的事數非常少 大家都在忙 從來沒有討論過 我要特別澄清一下 不管是徵招或者是徵招初選 這些相關的想法 吳敦毅主席都沒有跟您討論過 從來沒有過 完全沒有 所以我相信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領域 大家做好自己的工作 而且我們現在高雄 說實在的高雄市民有改變了很多 第一個光榮感 高雄市民這段時間非常有光榮感 第二感覺到這鍋是開水要煮廢了 那個氣泡開始冒了 各行各業覺得很欣旺 高雄最近這段時間過得比較快樂 不過這個假設真的發生 萬分之一徵招的這個機會的話 你有想過要怎麼回應高雄市民 回應全國民眾 回應國民黨黨主席嗎 現在有立足點才會有出頭天呢 我現在腳邊的玫瑰就是高雄市啊 我怎麼能天黑看到天邊的晚霞呢 我怎麼對280萬高雄市民要有個交代啊 所以我每天在衝 就是要對高雄市民有交代 因為我心裡非常清楚 高雄市民這次投票 將近90萬票投給韓國瑜 大部分人不認識韓國瑜 他們投這張票 講白的 他就是希望擁有一個希望而已 他願意試一下 那這種狀態之下我怎麼能不好好幹呢 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高雄市民投我票都不認識我啊 那如果這一趟我亂搞 沒有把高雄弄好 我怎麼跟他們交代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民這麼勇敢投我 我就一定要全力衝 這是我對高雄市民一個神聖的承諾 一定要帶領這個城市衝起來 您對高雄市民的承諾跟誠意 其實大家都有感覺 從您這一段就職以來的拚命三郎的精神 不管到新馬 接下來到大陸 接下來到美國的訪問 都是希望能夠把高雄帶上世界的舞台 就是豁出去人進來 高雄可以發大財 這些做法 大家應該都已經看在眼裡了 不過回到我來關心您 身為國民黨黨員的一個角色 回到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之前曾經有人提過兩階段初選的概念 第一階段大家要比民調 出現的人再跟韓國瑜比一下 誰贏就是推誰出來選 很多人認為這會造成國民黨的分裂 所以這兩階段的做法 你覺得可行嗎 黃河久屈 中歸東流 這個河怎麼繞來繞去 一定要出海 你想想民進黨國民黨 在選總統的候選人這裡面 怎麼曲折 最後一定會出一個候選人 所以不要急嘛 民進黨一定會出一個 而且民進黨一定會立刻整合成功 不用多久時間 不管是蔡英文 不管是賴清德 或者其他人 很快會整合成功 這是我對民進黨的觀察跟理解 國民黨也一樣 一定會出一個人 不用急 不可能總總出雙胞胎的 不會的 所以說這些在曲折的過程 我覺得民眾也給國民黨一點點關心 甚至給一點點 多一點觀察 我相信國民黨中央黨部 心理壓力也很巨大 因為大家的要求 大家的期待是百分百 什麼急進風遇到了慢郎中 你怎麼動作這麼慢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中央黨部 壓力一定很大 還是這樣 不過你剛才提到民進黨 就算不管推出是誰 最後很快的就會整合成功 這是你對民進黨的觀察 對 可是對國民黨的觀察的部分 你沒有提到這一點 你的意思是說 在經過這九區十八拐 選出一個人之後 國民黨會造成分裂 以至於沒有辦法整合成功 你擔心這個嗎 會整合成功 很多人都說 國民黨從來沒有整合成功過 2020年不會 一定會整合成功 因為他是中華民國 生死存亡之戰 而且民進黨的對手 基本上已經直接交出台獨了 這個打說哈一樣說了 台獨就出來了 那這邊反台獨的 也要做出表態 保護中華民國這一批 所以我認為一定會整合成功 就算是最後張三出來了 李四王五很生氣 他最後一定會成功成功 為什麼 因為這變成大是大非 所以我這方面我很樂觀 最終 選民決定 由老百姓來決定 你要走 哪一條路 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有時候聽到一些政論的名嘴講 國民黨從來沒有團結 從來不會整合成功 我心裡笑一笑 因為他不知道 人的內心深處 不管再怎麼樣 都還是會有理想性格 但他發現了中華民國危險 我的子孫 我這塊土地發生危險 他自然會整合 那反對那一派呢 就是民進黨這一派呢 他發現他幾十年要追求台灣獨立 2020年 終於有這個機會了 又是中美貿易大戰 又遇到美國總統的川普 遇到等等 這些整個國際情勢的變化 趕快準備獨立 那他們的追求者 可能要這樣做 所以他們也會整合成功 我們也會整合成功 最後由人民來決定 您都已經把2020 這場總統大選定位成 中華民國生死的保衛戰 這麼一個重要的戰役 那你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曾經提過一個觀點 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是人民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 怎麼樣子能夠讓人民信任 這個政府政治 才能夠有效的運作 在選舉也是一樣 哪一種政治人物 能夠得到人民最大的信任 他的勝選的機會就最大 那如果這麼重要的一場 保衛中華民國的戰役當中 國民黨不能夠派出最得到 人民信任的政治人物的話 那風險不是太高了 對 風險很大 這應該是兩個層次 一個最高意識形態 2020年站到最高點 最高點 幾乎到了這個 整個國家走向最高最高點 第二個就是 推出來候選人 能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 這是有兩個層面 那我想第一點是大於第二點 就是在國家這個城市的時候 他是大於這個候選人 他的各方面能不能讓我滿足啊 接受啊等等 但是大到多少 這個沒有科學的精確的評估 我不敢這樣講 可是不管怎麼樣 人民在投票給你的時候 他還是最少希望能夠喜歡這個候選人 或者不排資 而不是討厭這個候選人 所以我們叫涵淚投票 這個會有影響 你看2016年 藍軍很多人不投票 那何嘗不是也是意識形態衝突到很厲害 他不投 他對藍軍失望 所以輸了三百多萬票 那這一次我覺得2020年會有一點改變 因為賴清德太旗幟鮮明了 就直接就講台獨務實工作者了 已經弄到反台獨的沒有退的空間了 所以我覺得2020年 這個國家的價值跟走向 一 第二 候選人個人的條件 二 這中間的比例會不會調整 我不知道 林剛才也觀察到2016年 其實也到了這一個國家 其實一個重要選擇的關頭 但是藍軍還是選擇不去投票 2018年的這一場選戰 很多投給你的人是含笑去投票 很開心要改變去投票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含笑去投票 然後把整個國家的定位 守在一個中華民國生存保衛戰的 這個戰線上 這樣子不是一個很安全 而沒有風險的做法嗎 對 2018是地方型選舉 比較不容易被拉高 我們打出了經濟牌 民進黨 我的對手 有很多周邊的力量 一直不停的抹紅 抹黑 抹黃 抹臭等等 結果失效 遇到經濟幾乎吹哭拉瘦 2020年會做其他的 又不一樣 就閩南雲有一句幾個翻幾個 他每一個局 每一個選戰的狀態層次 都會有不一樣 我覺得2020年意識形態會打到最高點 這是我的判斷 意識形態打到最高點 這代表這一場仗是不能輸的 所以國民黨黨主席也一直說 要找最強的人出來應戰 國民黨的基層也都是普遍這樣的想法 如果不是最強的人出來應戰 擔心的是輸掉的風險 這個風險當然最好是零 完全沒有輸掉的可能 現在是最有力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 你不這樣覺得嗎 選舉哪有不可能百分百贏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絕無可能 化學實驗物理實驗還有可能 百分之百得到什麼成果 什麼變化 這政治千變萬化 沒有一定贏一定輸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 整個2020年 他的意義是太巨大了 而且力量是相對存在 你剛剛講的話 我想修正一下 就站在反台度這邊 中華民國保衛者認為不能輸 但是站在支持台獨者 他也認為不能輸 他也認為這是最後一次機會 因為兩邊的力量對比越來越大 而且國際情勢可能對台獨有利 他也認為不能輸 他也會全力衝 所以我覺得力量是相對存在 2020年這場總統大選 一定會非常精彩 非常熱鬧 而且張力會非常巨大 這個幾乎可以看得到的 你現在判斷民進黨是賴清德出現的機會比較高嗎 我現在沒辦法判斷 因為賴清德他是一個 意識形態純潔性很高的一個人 當他做出這個決定 是不是開工就沒有回頭見 這是一 第二到時候演出一齣戲 蔡賴沛 陳水扁特色 民進黨大團結 大家都是一家人 重新整頓步伐 往前大步邁進 這就是可以編一個戲的 賴清德跳出來 最後開始協調 好 蔡英文妥協 特色的陳水扁 然後大家一家人 我們是個family 開始打死國民黨吧 往前衝 欸 這個戲馬也很漂亮 也很會演 站在迷糟 哎呦 原來這個戲演得實在太熱鬧了 還有這麼多曲折的故事啊 喔 是這樣的一個變化 你看有沒有可能 也很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蔡賴沛 也有可能 另外就是賴清德 打死不跟蔡英文共事了 我絕對天空二日 我沒有辦法跟你共識 我做你的副手我也沒有辦法 我度日如年 我決定自己出來 彼可取而代也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 絕對不會分裂 如果國民黨的想法 是希望民進黨分裂 來獲得政治好處 對不起 門都沒有 那你就太不了解民進黨了 不過剛才韓市長您分析到 如果這是新潮流跟賴清德 跟民進黨演的一場大戲 劇本寫得非常的完美 最後大團結 大家大軍一起出動 你剛才講這個劇本的時候 滿開心的在講 可是很多藍軍的基層 聽到你講這個劇本的時候 可能就更加的憂心忡忡了 你剛才所提的這個層次 中華民國保衛戰 那該怎麼辦 沒有 你這換位思考 我們最怕想事情分析事情 只站在自己角度 你換在民進黨 綠軍的角度來思考 我分析是很合理的 我們為什麼看事情 一定要有穿透力 很多人講都是表皮的 很廉價的 中華民國保衛什麼 他沒有深層分析 我們分析這個戲 民黨有沒有可能 現在演這齣戲 到最後 四三多年兄弟姐妹 大家終於在一起了 開始打布賣錢 去找隔壁的那家仇人 我們結院好多年 開始大家兄弟姐妹一起上 是很有可能 藍軍要保持冷靜的頭腦 滋熱的心 你不能夠 頭腦昏了 這個分析 哎呀 民黨要分裂了 你看看看要分裂了 門都沒有 所以未來國民黨的挑戰 在2020是非常巨大 也是真的是中華民國保衛戰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的時候 您還不承擔嗎 一樣 我再講下去 都覺得自己都很無聊 唸三字經 人之出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沒意思 好不好 我就把高雄經濟沖好 好 回到你的高雄經濟 你說經濟100分 政治0分 要這樣子來沖高雄的經濟 但是這是你在選舉期間的承諾 你就任之後 顯然在這件事情上面 遇到了很多政治上的阻礙 政治要0分 有這麼簡單嗎 包括前瞻建設是怎麼卡寒的 土包子風波 應該還記憶深刻 另外你提出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 馬上府院黨各層級 通通都跳出來卡住你 所以這樣的政治能0分嗎 其實我覺得 我們是比較屬於善良厚道的 都不願用很偏狹的眼光去看 那接下來民進黨的執政者 行政院 他不用卡韓國瑜 因為高雄市的建設是千連萬事 現在我們這幾十年 高雄的確受到委屈了 支撐台灣重工業60% 空氣污染環境污染這麼嚴重 然後經濟發展全台灣變最窮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提出四個一 高雄需要一個國際大機場 等於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要出國的要到桃園去坐飛機 現在是2019年 我們連一個國際大機場都沒有 那我提出四個一 就包括一條完整的捷運線 一個獨立的石化區 還有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 你今天支持高雄市韓國瑜 成功的時候韓國瑜也不在了 一個任期到了 一個人掛了 一定是如此嘛 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要多少年 一個石化區要多少年 一個機場要多少年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我覺得他裡面始終 因為民進黨這個文化 是有他這幾十年發展 應該來講他生病了 民進黨生病了 你看他選舉到的時候 我講他不抹黑不會選 然後執政的時候 他不鬥他不會執政 他就一定要鬥你 所有國民黨做的任何好事 他都不認同 其實賴清德幹行政院長的時候 推雙語政策 第一個國民黨舉手是我 我拍雙手就要好 因為我可以認同你的政策 陳其中到日本外銷農產品 拿一個大訂單 記者問我我馬上拍手就要好 我們都有這個胸襟跟啞亮 你為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樣的卡高雄 非常的愚蠢 而且非常的好笑 他不就是政治性的考慮嗎 無聊嘛 所以他得病了 民進黨生病了 可是你必須面對一個生病的民進黨 他就是會這樣 所以你的四個一沒有辦法落實 就是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這樣子的政治鬥爭 沒有民進黨的政治鬥爭 民進黨真的我要生病 你仔細看 我也認為2020年如果輸掉以後 民進黨內部檢討的身份一起來 說不定有可能會分裂 因為林務昌的講話 跟你民進黨中央這些人講話 天差地別嘛 看那些民進黨有一些年輕的 他還是有理想的 他一定想這個黨怎麼這個樣子 到現在民進黨也都搞不清楚 還是我第一個幫他分析 什麼人投票給民進黨 這是我第一個分析出來 只有三種人會投民進黨 我很少講這個話 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第一個 太討厭國民黨了 我看到國民黨我票投不下去了 我投你民進黨 這是第一種人 第二個支持台獨的 我不喜歡中華民國 我要支持台獨 這個投民進黨 第三種 我希望民進黨給我帶來好生活 國民黨沒這個能力 我投票給民進黨 給我帶好日子 民進黨投票是這三種票 他現在最對不起就是第三種人 想要過好日子的 請問你民進黨執政 你怎麼跟第三種選民交代 第一種討厭國民黨的 沒問題 有的時候我都很討厭國民黨 我當國民黨黨員我都受不了 真的是受不了 不要從民進黨看來討厭 我自己看來都很討厭 第二種 想消滅中華民國 這是台獨 但是你怎麼跟第三種 希望你民進黨執政 讓全台國安經濟發展越來越好 下一代的教育越辦越好 各種弱勢族群得到照顧 國家發展欣欣向榮 你民進黨要怎麼交代 這三年來你怎麼交代 你也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思考 政治人物你要做什麼 政府你要做什麼 我才深切的去思考 你這次在高雄市長能夠選贏 你剛才所講的第三種人跟第一種人 應該是都投了韓市長 所以你才能夠在高雄大省 有可能 這第一種人跟第三種人都投了韓市長 但是你現在能不能夠把高雄市政 做到你當初的理想 不管是像自由經濟貿易區 這麼重大的一個翻轉高雄的計畫 如果你辦不到的話 你是不是也對不起這第一種人跟第三種人 完全正確 第一個我要實踐 第二個我要支撐 行政院全力支持高雄 是有可能達到的 而且高雄將來一定是中國大陸的上海 美國的紐約 全台灣最有限的城市 一定是高雄 你剛才已經苦口婆心的說民進黨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你覺得行政院會全力支持高雄 他看他病得重還病得輕 看他病得有沒有救是不是絕症 民黨的文化是生病的你不覺得嗎 那你覺得現在有救嗎 你不覺得民黨執政以後 你就放出一群狼跟老虎嗎 搶那個資源 有這種搞法嗎 就跟那個匈奴一樣 從長城以外進來 趕快掠奪呼嘯而去 哪有這樣執政的 哪有這樣子搞法的 號稱華人地區最棒的民主 最驕傲的民主 只要執政就是一群狼出來 刺相之難看 時間到拍拍屁股走 能夠繼續執政繼續吃 時間 真的不能執政 吃飽喝足了就走人 這是狼跟老虎的執政 你有沒有興趣 真正體會老百姓過得多麼的辛苦 所以2018年的大敗 以及這次謝龍介跟 我們鄭市委的得票率 是嚴重警告民進黨 你離民心越來越遙遠 因為你知道人家失望了嗎 太失望太失望了 韓社長你看到的問題 也點出了很多的問題 重點是你沒有給大家答案 怎麼會我要兩個 第一個時間第二個支持 給我這兩個高雄就可以起來 我已經講答案了 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行政院是不會給你支持 那所以這個支持的基礎 恐怕是要自己去開創才有可能 沒有行政院病了如果還有藥可以治的話 他就給我支持了 除非他病了沒有藥可以治 他把韓國瑜成功 等同於民進黨失敗 他就無藥可治了 你不覺得現在是這個狀態嗎 我覺得現在目前病得滿重的 所以需要找一鐵藥來治這個事情 所以我就發出我的警告訊號 你行政院要吃藥吧 你的心裡面狀態是有問題的 你這執政的心態是偏差的 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到民進黨九個立委在高雄 九個立委 反對我的經濟發展政策 是不是生病了 真的生病了 病得很重 病到為了鬥爭 為了權力為了資源 可以昧著良心 這就是生病了 還是要找解決的方案 你看我市政府執政 很多一些官員我不分顏色 只要你會願意為高雄衝 我絕對不會小鼻子小眼 為高雄打拚 你明顯不是執政也應該這樣子嗎 我講的不是高雄市的治理 我講的是你剛才所提到的幾個111 給高雄市民你希望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沒有中央的支持 是都做不到 做不到 我一定要支持 所以該如何解決這個困境 我們先今天發出警告 希望他們趕快吃藥 把病治好以後 全力支援高雄 打通高雄經濟發展的任督二脈 如果他持續執迷不悟 等我們兄弟姐妹團結起來 以後開了門以後跟你作戰 好不好 我們也有兄弟姐妹 你給他多少時間 我希望他應該趕快會體會吧 我感覺陳其邁已經變了 陳其邁變了 你怎麼觀察的 那態度啊 講話啊 幽默啊 唱歌啊 然後更和言越是啊 他以前感覺有點尖銳 你不覺得陳其邁越來越可愛 所以贏的選舉當市長 看起來面黃激壽 輸了 高雄市長選舉越來越可愛 我覺得世界上什麼叫失敗跟成功 我們要重新定義一下 你知道基層有一個陰謀論一直在流傳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去選總統的話 那選上了總統 高雄市長就必須讓出來 所以陳其邁又可以回來高雄 再度的成為高雄市長 這會不會是他最近改變的原因 我不曉得 不過我覺得他失敗落選之後 陳其邁我是覺得比以前更可愛的 真的 各方面 那如果他不停的跑高雄也是應該的 他現在是高雄子弟在中央當最大的官 就是陳其邁 平常接觸一下基層也是應該的 至於其他的假設 我想目前都不存在